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得说清楚 讲明白了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就是 林甘的白沙屯妈祖 他在绕境的时候不甩魏家兄弟 大家说哇 妈祖果然非常的灵验 今天我们带您看到 妈祖不只是台湾民间最强的信仰 甚至他也是台湾最强的印钞机 还要带您来看到的是这位 一度被造神造上去神话要崩解了吗 来看这位政治明星台北市长可批 可批的支持度从70%腰斩到35% 今天我们带您看到 从大巨蛋到路不平不相救 可批执政这一年三个月 他到底做了什么 该做什么又没做什么 我们带您看进去 欢迎五位专家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一开始我们要请蔡总 蔡总我们看进去的这一颗 可能会是未来接下来 正在发展中的政坛风暴 好顶 这颗震撼蛋到底中研院院长 为什么会卷入了问题的核心 金医生 我研究股票多年了 找到一个上涨必胜荒城市 你猜是什么 业绩啊 蔡总在这边谈股票 都告诉我们业绩优先啊 这样子能小长 现在流行的是什么 是什么 讲故事天荒夜谈 从早年的双低 太阳人到这几年 生计 生计我们知道 说一个梦 跟着梦想起飞 以前啊 那个胖达人的面包热卖的股票 哇 那个基因啊 从两块涨到212块 两年前 那个基亚 从来股票 三个月可以涨123% 最后飙了400块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赚的蔡总 去年最飙的 不是他们 是有中研院独家技术 加上银演梁的资金 还有政府通过生计新药的化力 号顶 号顶去年从310块 涨到755块 涨了2.5倍 是第一标股 对 刚刚讲到的 本孟比本孟比的三家生计公司 一路走来 独独这个号顶 只有他拥有了中研院的独家技术转移 而且还有大户资金 政府加持 但是很奇怪 怎么了 2月21号那天 是 乳癌新尿解盲 失败 隔天股票震惊市场 跌停板 突然翁启辉就跳出来讲 说只要修改设计 试验以后 有机会成功 市场就开始怀疑 假如你是中研院长 你研发的技术 没向你都出来说明 你会不会太忙 所以今天 一个最超然的 桂冠中的 桂冠最高的学术单位 院长出来 特定厂商 这个观感 有一点受到争议了吧 大家就怀疑 可能翁院长 是不是有 号顶的股票 讲这个要有证据 或者你这么出来 急以解释 读盘 结果中研院还很瞎 3月3号那一天 代表了翁院长 发表声明说 翁院长 没有任何号顶的尺骨 好 那不就一翻两瞪眼 就清楚了 所以院长站得住脚啊 金翔 大玩文字游戏 户亲没有 不代表女儿没有 所以当时在立法院 质询回答的时候 话说一半 我 我个人没有 但是放在口袋里的真相是 这会 女儿有 有图有真相 现在被媒体踢爆 是 翁启会的女儿 翁玉秀 不仅是 号顶的 有股票 还第十大的股东 你看这个地方 2012年12月4号 12月5号 从长春跟元宏 投资公司 就是论泰集团的 两家投资公司 转让给翁玉秀 总共是3000张 价值 9300万 但姐 今天是 院长的女儿 拥有了这些股票 横竖也不是院长 所以他没说错 我个人没有 但是他女儿有 好 他女儿有 事实摆在眼前 我们第一个问题 他的女儿 做什么的 凭什么拥有这么多钱 可以拿9000万 去买 他的股票 当时他女儿 35岁 35岁 假如你不是出身豪门的话 哪来将近一亿的资金 买这些股票 所以国民党 立委 贞民中就讲说 假如证实 由润态集团 移转给翁玉秀 有3000张的股票的话 那这时候翁院长 不可能只有下财就了事了 那老谢也讲 这会引发政坛的核报 好 话都说得很重 现在两个关键字跳出来了 外界的质疑非常尖锐 有没有护航 有没有炒股 回过头的菜市场 我们退一步讲 产官学合作 这是很司空见惯的事 更何况 如果他是独步全球技术 留在台湾 本来就是好事一桩 不是吗 我们先不要下这个判断 我们看进去 浩鼎的大事迹 浩鼎的话 最早是在美国 有一个母公司 叫Otima Otima的话 就翁启辉 张念慈 尹年良 在1998年成立的 然后Otima 又持有台湾的浩鼎 当时浩鼎 你来看 资本的才1000万台币 对 然后到了755块的时候 是1000亿台币 从1000万到1100 我们来看浩鼎的奇幻人生 好 这个多出好几个林的 这一段的奇幻之旅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翁启辉 专家嘛 对 全世界厉害 这个领域最厉害的专家 2006年 接替林远哲 成为中原院院长 是 后 这个抗半改 大了好顶 产生什么效应 什么效应 你看 翁的团队开始合作 哇 这些大咖进来 互帮 永风 这些一等一的窗头 看到谁的这个面子上 看到院长啊 中原院院长啊 后 我来参加 我告诉你 这时候进来的人 都是一股十块钱哦 所以你可以看 2006这是一个分水嶺 在这个之前 翁启辉他就是院士 他就是科学家 大家也有时候看在那儿 但是不一样哦 砍棒挂上去 变院长之后 这个时候 整个浩顶就清水变鸡汤哦 比较不一样的是 2010年开始 为什么 之前的话 翁院长自己在美国有研究室 所以浩顶是跟翁院长自己的研究室 来合作 是 这没什么争议 对 你看哦 2010年是 中原院首次 计转号顶 用中原院的名义 各位 这是用我们工部门的名义哦 中原院下面很多的科学家 是 这个领的是中华民国的薪水 所以赶紧 人民的钱 养出来最优秀的科学家 大家把这间公司赚钱看 对 我现在过来 越大咖 蔡英文的家族就进来了 是 这时候价钱就贵一点 15块 15块 上去了哦 但是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 因为Otima在美国经营的绩效不好 发生什么 内斗 内斗 那台湾分公司 有被波及到吗 有 这个时候张彦池 失去了美国的董事长的职位 但是呢 尹以朗帮他保住了这个 台湾子公司 浩顶 为什么要帮他保住这个动作 刚刚一开始我有讲 这么独步全球的技术要留在台湾 这个专利要留在台湾 今天董作如果不是台湾人做的话 你就会让股票跑掉 你经营钱要保住的话 钱拿出来啊 买股票啊 买股钱啊 这时候谁有钱 谁有钱 院士也没有钱 院长也没有钱 谁有钱 银眼梁有钱 银眼梁就用一股一块美金 就买了6000万美金 把这个奥提马的这个股权拿回来 是 拿回来以后 这个 严严良 就心中有一个计划 要让浩顶在台湾挂牌 好 今天的这个生计梦 从这个地方开始孵了 他当他6000万美金 给他拌下去了 这只是第一步 挂牌以后要分散股权 这时候 翁玉秀的角色进来了 所以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方呢 开始分散股权 那翁玉秀他的角色进来了 院长女儿角色进来了 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 非常的微妙 天底下有这么好康的事情 你看 把股权移转给翁玉秀 是12月4号5号 每股90块 结果12月12号就过了一个礼拜 新贵了 新贵的时候价钱就跳到90块 更不用讲 90块之后一路的到755块 三个月的时间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效率的赚钱 换句话说 当他新贵之后 他立刻卖掉的话 钱财获利就将近2亿 当时以当时的价钱 90块来算的话 已经赚了差不多1.7亿 那后面赚的估计超过10亿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你回过去看他整个历史发生的众生 你就会知道说 院长的女儿进来了时间点 短短三个月 那钱债的获利是如此之高 难怪大家要怀疑 有没有瓜田里价之嫌呢 我们看一下翁院长 翁院长以他这么崇高的学术地位 居然在这个解盲失败以后 立刻出来护盘 大家想说为什么 现在会搞懂了 因为他女儿翁玉秀的3000张的股票 扣掉他中间可能卖掉1000多张 剩下是1933张 1933张解盲失败的第一天 他就账面损失台币将近两亿 当然蔡总现在讲的时间点 我们去兜 跟他实际股价的这个所谓指数的表现 兜出来是这样的一个轮廓 但是蔡总我退一步讲 院长他是科学家 这个技术他独步全球的发明 一个科学家出来捍卫他的技术 说他这个是work 他是可行的 何错之友呢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浩鼎 这些知名的股东 因为他是生计行业 对 所以他要的是谁 张念慈 这个没话讲 专家 对 后面呢 林昌海 许庆祥 这个都是股市的大户 这个都是响叮当的 林昌海 他专门锁定生计股 然后这个谁 许庆祥 小S的公公 一个生计公司里面 要有专家 要有大户 但是我问大家 翁玉秀到底是什么角色 他的本业是什么 画家 他是艺术家 他还有这个翁启卫讲 女儿本来在这个MIT 读这个建筑 后来兴趣以后 跑到了哈国去读艺术 所以他讲说 这个女儿现在是穷画家 但是希望有一天会变成有钱 那你刚刚帮我们盘点了一下 他口袋里的钱 美梦成真了 真的啊 你可以看吗 90块 这种天底下这种好康 为什么没有掉到我们身上 一路的往上 对 所以人家说赚了十几亿 这是起码的 所以我们来计算一下 假如说这个翁玉秀 现在股票还留着的话 账面有十亿 这十亿里面 我们有一个问题 你当年你翁启卫 到底是跟这个浩鼎 有什么样的约定 你可以低价 让你的女儿来乘购这些股票 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 那乘购股票 你假如有对价关系的话 根据历史表示 这换下七年以上的贪污行贿罪 跟土利罪 这个更严重了 来我们一个一个抽丝剥茧 来我们看到钱从哪里来 各位9300万 你回到那个31块每股的 那个timing 这不是一批小数目 如果今天这个女儿 院长女儿说是穷画家 你拿得出9000万 你不穷啊 对啊 所以假如你也知情的话 按照这个华丽 你是共患 换句话说 今天用中研院的名义 你去技术转移 那是用国家 请国家的资源 最后让院长女儿 可以用31块每股 去所谓的 那么便宜的去买股的话 难保没有让人家怀疑 你根本在对价关系 这个要说清楚哦 对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事情 别看了以后 结果从昨天 早上 浩顶的董事长张念慈 就出来讲 对 他说当时 这个翁启卫院长 有婉拒 来购买这个浩顶的股票 所以就转去 问一下他女儿 翁玉秀 你要不要买 就翁玉秀点头了 所以老爸没有买 女儿买 这个逻辑 我觉得很奇怪 OK 就算是这个逻辑 我们吞了 我们当然 续着刚刚要追的 这个钱哪里来的 谁给的 所以 他说翁玉秀是 奥提马的大股东 对 31块 售让的价格 跟大家都一样 我们就奇怪 你要提出那个资料 是 原始的资料 到底在哪个地方 对 下午 银眼朗出来讲话 对 他说当时 他一毛钱的获利都没有 对 转让的时候 耗顶都没有新贵 现在拿已经涨到 好几百块 时空怎么样 错置 这个是银眼梁总裁 他用来反制 外界对于炒股的质疑 他说他们此一时彼此 当时我连新贵 都还没有新贵 你说我在炒股 但是我们也迟疑 假如耗顶 虽然你有技术 假如耗顶 不在台湾挂牌的话 因为台湾的人 不了解生计 所以股票好拉 今天假如你的股票 是照美国 纳斯达克去挂牌的话 请问你 你会有这个价格 再退一步想 我们当然打一个问号 今天耗顶 如果没有中研院 如果没有中研院院长 来当天看 来挂保险 他会有这样子的 冲刺的坡度吗 对啊 你没有可能政策扶持 你跑到美国挂牌 欧巴马政府会鼓励你吗 不可能 风暴的核心 我们还是要等 院长他怎么解释 他怎么看待 外界对他的质疑 但是我觉得 我有一个疑问 今天最新 这个翁启卫想说 厚顶董事长张念慈的声明 正确无误 你会不会隔空怎么样 已经套好招了 昨天早上 昨天下午 然后今天 都已经口径一致 未来假如进入司法程序的话 大家讲的都一样 所以院长最后 他留一个伏笔 因为他现在在国外参访 下个月中回来之后 亲自到国会把事情 说清楚 讲明把 回过头来 蔡总 我们大家要去追 真正外界质疑的真相 有没有护航 有没有炒股 刚刚三方的Keyman 从浩鼎 从艷远良 从翁启慧 他们都说没有不法 问题是 外界的质疑 你有没有什么证据 质疑人家不法呢 现在还有一个 证实了水乳交融 什么叫水乳交融 现在中研院即将在4月16号 选出院士的候选人 你知道谁有进榜 谁 营业良 哎哟 时间点怎么这么巧合啊 今年哦 这是翁启慧去修改的哦 争取的哦 今年首度推出了 工程科学组的验宿 就是俗称的 企业家的验宿 对 竟然营业良 就是其中之一 是不是应该切得更清楚一点 以免瓜田里下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等Keyman中的Keyman 院长 中央院长 翁启慧回回到台湾之后 真的好好地听他 怎么来解释一下 清清楚楚 发生什么事情 来 我先讲清皇 这件事情 大家都在质疑说 院长的角色 你有没有护航 大家越看越奇怪 特别是 当他女儿 第十大股东 这件事情被掀出来之后 哇糟糕了 那个怀疑更加的巨大 开始越滚越激烈 你怎么看这个局 我觉得我们今天 要质疑的点是什么呢 是2012年 自从你开始 所谓的上跪之后 你开始上跪之后 因为你身为中央院院长 在那个之后 你也没有做任何 就是跟利益回避有关的事情 就是说跟你可能有利益冲突 比如说你今天会不会有其他的技术 移转给他 而你是指定移转给他 这可能就有问题了 但是院长他 他其实很清楚 2012年 他当时一上跪之后 他说我不拿任何的股票 他签得很清楚了 即便他没有任何的股票 但是根据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的规定 只要是你二等七里面 包含女儿 包含女儿 对 所以即便是二等七里面 就是你女儿已经有他的持股 如果你看起来 比如说技术 你还是指定给他 然后或者是你还是帮他讲话 因为身为中研院院长 你讲话可能会影响到一家公司的股价 影响到公司的股价波动 对投资来说都是有影响的 但是你看到失望 这个整个影 这个叫什么 解盲之后 解盲之后你可以看到 院长出来讲话 他就当天干嘛 没错 所以我才说我们今天执意的就是说 当你今天资讯公开了 没错公开资讯了之后 你还有没有任何是 看起来像是在图利 或者在照顾这一家特定厂商的行为 对 因为依照过去习惯 公研院跟中研院 就是你来跟我接洽什么技术 然后我记转给你 可是如果你是反过来 我是特别就指定说要给某一家 这可能就会有问题 来我请教教惠玲 这个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谢社长老谢 她说 这可能会是政坛的一个核弹 要引爆了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是这么严重 因为我们看到除了翁启惠 她的女儿是第十大股东以外 我们也看到小鹰家族 她的哥哥蔡颖洋 是第五大持股的股东 那么这个事情的严重的地方 在哪里 很简单 就是说今天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翁院长他要说 在被人家质疑的时候 他说绝非个人无偿计转给浩鼎 意思就是说浩鼎 当初曾经是有一笔 计数金给中研院 对不对 也就是说买断的关系 如果这样买断的关系之下 那么我们也去查过 就是说他这个个人的财产申报 他在这个他女儿去购入 这个九千三百万的这个 这个持股的时候 他的财产没有减少 据他自己的说法 他女儿是个穷化家 对不对 那我们合理的 我们合理的 这个是个大水库理论 我们合理的推测 如果你拿了九千万出来 这边应该要弱一点下去 对 没有 没有 他的财产申报是没有减少的 好所以今天我就很怀疑了 这个尹远良跑出来帮他讲话 他可能是个猪队友 因为他可能害到了 他反而害到了这个翁院长 他说这个钱呢 是他女儿买的 但是呢 他们家的财产又没有减少 那你觉得这个钱到哪来的 对 这钱到哪里来的 天上掉下来的吗 香港有这个五亿探长雷洛传 我们这个台湾也有 这个五亿院长 五亿院长 可是问题是 我们今天都知道 从报警上知道 他的财产有五亿 但他五亿没有减少 这个一亿的金额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是你女儿他这个绘画财华 真的非常好 我们都还没有发掘 他已经有画像皮卡索的画作一样 已经可以卖出这么高的价值 来买这个股票吗 所以基本上呢 你为什么要说 我一分的持股都没有 可见得你知道 这里面有利益回避的问题吗 对不对 到底是你个人的智慧财产 去给了号顶 还是你用中研院的 这个智慧财产 你用国家研究出来 这些技术 去图立了单个厂商 然后变成是你个人的一个回馈 这个是我觉得 其实是号顶案里面 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所有的隐姓都是从最后 也就是昨天 才被人挖出说 原来他的女儿 是号顶的第十大股东 这个火球继续的滚 我们就等院长回来 好好的把话说清楚 持续关注 人家说 三月的小妈祖 献哥带我们来看到 三月其实还没搞 现在还没有到农历三月 但是妈祖已经开始 发功了 我们大家看到是白鲨妈 白鲨臀妈祖 咬劲绕绕绕绕绕绕 绕到遇到了顶心未加的两兄弟 居然妈祖给他绕过去 大家打扑跟他说 妈祖有灵感 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 郑相 这个白鲨臀的妈祖 真的是台湾最高兴的妈祖 你知道一张 他那个神教 要经过 我们那个中华的 英政定心公司的时候 好 那定心公司 整个完工 摆一天 要软救 憲哥 这个地方是定心起家厨的地方 是啊 妈祖的轎 远方来的时候 他们就大家都打扣 要等着软救 你知道妈祖的轎 滑软 你知道吗 来到那时候 进击煞车 都倒退路 你看 这就是我们说的白鲨臀妈祖 那个鸭架 你看 还多还多 对 妈祖自己决定 是啊 来到那时候 不但进击煞车 甚至来倒退路 差不多六公串 六公串的时候 到击击一日 击击一日 击击一日 都来往前进的时候 嘿嘿 真厉害 一个move 对 就这样 绕过去 其实你知道 绕过去以后 顶心那两个兄弟 胃硬冲跟胃硬交 两个站起来 一脸的错的时候 旁邊是搶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 各位 你看到這個畫面 有沒有 兩隻蝶子捧著鮮花 捧著要進貢媽祖的東西 希望媽祖可以來 讓他們進進聲 結果我們的媽祖的軟腳一個move 根本不甩你 是 現場的觀眾他說 他說定身這兩隻兄弟也很聰明 他整個鮮花舉在頭上 想說用鮮花這樣蓋著媽祖應該不知道是誰 甚至於他們的圓工 整個媽祖的隊伍本來是整個滴滴滴 你應該要整個滴滴 在軟腳的時候都滴滴 他就調理我們圓圓安生會 圓圓的公司 結果媽祖真的有夠聰明 人一般如果看不到媽祖都知道 從這樣繩過的 沒有啦 你今天這樣說 一個圓圓的媽祖沒有跟著圓直接走 所以沒有讓軟腳 人家衛家兩兄弟說 沒有 那是堅勝 要來拜媽祖 你沒有來給我軟腳 我也沒關係 我隨便就是來贏媽祖 沒有不對 因為有人去問 因為他感覺很尷尬 他就說沒有啦 我們沒有軟腳 我們只是在那裡贏媽祖而已 當然別山頓的主任委員說 沒有啦 因為我們這個媽祖很有個性 可能他跟衛家沒緣啦 沒想到去美那個定性公司那裡 不然他要參觀一下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 要騎媽祖那個是一個什麼民間的信仰 他跟不上時事 我告訴你 媽祖當年出來猶件 完全切中了時事 他很關心民間疾苦 對 所以旁邊有人在看 有人在做天在看 你如果不相信 我們這個媽祖很有個性 而且這個媽祖部很可愛 很廣闊的 他平常在繞政的時候 他沒有固定的路線 都是神教在頭前一直唱 後面信仰 對你後面一直走 他有時候從他這邊說 唱過麵路 唱過那邊 真的假的 大家在說說 媽祖的亂叫 是嗎 是 應該是人在決定的 我告訴你 後的事情 因為你如果說 要騎過就知道 那你心的時候 你像說禁止殺手 後面就躺他 那是精革媽祖部的 你心心心 他也會向上 走那個鄉間小道 他也會向上 走那個高架橋面上去 他如果上去 後面信仰 教雄隊在上去 教雄隊在上去 那如果 紅燈要怎樣 有一個水溝要怎樣 都有人開 有人在開爐 以前都有人開爐 總是滴滴媽祖 在槍的時候 滴滴滴滴滴 那如果有一個水溝 你也就要把他喊過去 喊過 總是喊過 所以我們說 白沙屯媽祖 他最奇特的地方 他不是像大大媽 八天七夜 就是用這樣子怎麼走 每一年路線差不多固定 這個沒有 完全是看媽祖決定 對啊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信徒就覺得 這是一個奇幻之旅 你知道 每一天每一次走的 每一年都完全不一樣 我們來看 這幾年 幾年他媽祖的神教 經過KO的時候 五月二十八那天 那KO一個生鮮超市 那個店長說 這兩年 剛才那個時安風暴 生理有夠賣 媽祖部 不知道 他剛好有那個練響的時候 媽祖部有夠練響 怎麼 怎麼衝進去超商裡面 對 心臺才在想 錢你明明 我才在想說 看媽祖來保備 讓大家生理比較好而已 聯絞就進去了 沖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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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絞都經過他的收銀機 在那邊走 在那四兩年 寫一寫去停到哪裡 你知道嗎 停到生鮮超市 賣牛奶的那個地方 朋友 就是這段畫面 你有沒有看到 這畫面實在是太衝突了 穿黃色的 粉紅和鮮的聯絞 沖進去到地 已經進到生鮮超市了 旁邊都是冰桂 生鮮蔬果 最後停在 大家奇怪 百尾不停 你停的 你為什麼不停在水果堆 牛奶前面 是啊 不然去年就可能 每次都不敢喝牛奶 所以 麻祖部 對食安的問題 其實你了然於心 這樣我了解 麻祖都清楚 那不怪 兩天要等一等 沒有麻祖軟腳 對啊 所以說麻祖部 去年就知道 你們都在賣雞油 所以我們說說 書法 定罪是三五檔 龍心 狹窄是一死人 這些人都不知道好 這派到一座 所以我們在看 走哪裡媽祖決定 涉水你也得涉水 對 說一個這樣 較俏皮的 韌性的 這個白沙屯媽祖 難怪吸引了這麼這麼多的信眾 對 一年比一年多去追隨他 喔 二車這樣 不是這樣而已 我們國家在2011年 你把它界定為 國家的文化資產 這已經國家級的 整個民俗活動 本來有三千個 現在到今年已經變多少 變三萬多的了 多一個零喔 對 你看看 萬頭鑽動 你看看 都要對大家 你看這個麻祖出順 麻祖出順的時候 只有在那個地方 要進去北港的時候 他過去二十年 都會怎麼 都會駐紮在北城派出所 所以你看看 人越來越多 你說三千的 對 變三萬的 你看看 砲成多喔 所以最後那個鞭炮啊 算一算一算 有五噸這麼重 對 沒有錯 見哥我們講到說 房市我們都講說 人潮帶來前潮 像你說的 信眾多到嚇死人 有沒有信眾人潮 有沒有帶來前潮啊 當然有啊 不但是帶來地方的繁榮 也整個帶來所有的 消費的一個增加 我們來看一下 光是今年報名的 報名就報名兩萬多人 每一個人就七百塊 每一個人七百塊 兩萬多人就多少 一千四百萬 一千四百萬 有一些是老幼婦孺的 對 他可能說我沒辦法走路 我就坐遊覽車 坐車 遊覽車兩天 直接到北港的 錢一塊 那是有來回二千五 甚至晚上你如果是對團 你走的不用錢 但是你如果說要去 香客大樓 要休息的 要就價兩百塊 今天憲哥一開始跟我們說的 這個商機的第一塊 並 這算再來的就是 橫數就是要這筆錢 對 才出發而已 沿路你要不要吃啊 你要不要喝啊 你要不要買一點東西啊 那都是商機的 那不是這樣而已 另外那個信徒關閉的 今年 衛應衛家也關一萬塊 只有這關一關的 這樣一天出去 都超過一億以上 一億喔 對 另外你剛才說的 連那個小販他都得利 你只有在那個別山頓 那邊有一個賣牛魚雞 賣牛魚雞 普通是一個月超八萬塊 但是老了的時候 一個月為八萬塊 變到二十萬了 所以人家說 媽祖厲害的路線 幾乎都走偏向為什麼 我就聽一個說法 我看到了 對 他照顧那些平時 剛才我沒那麼容易 沒那麼簡單的 這些善良的佩生 沒有錯 媽祖幾年照顧你一次 沒有不對 八萬變二十萬耶 對 所以這個媽祖 跟其他的媽祖不一樣 他聞生就苦 你如果有那個怨恨的聲 或是有那種艱苦的聲 他都聽得對 另外他本身對愛心來講 他也不落人厚 很多媽祖廟裡面 他本身又有那個月曆啦 日曆啦 他都有特殊的東西拍賣 把那些錢全部捐給愛心活動 很感謝 各位 今天就跟你說 白沙團媽祖 大家聽得懂 媽祖老哭哭 我們今天 聽了這一段 要把大家既定一下 擦掉 洗掉 為什麼 現在的媽祖很依化 沒有錯 我跟你說 白沙團媽祖 他現在已經高科技化 都國際化 他現在有四個網站 每一個粉絲都超過四萬 好厲害 你把他順便都用什麼 用APP 用GPS 跟媽祖走到哪裡 你才今年 10 15萬人 同時上線追蹤 結果那個主機盪掉 跟流量太大 主機盪掉 我剛才查 拜二到第二禮拜 到第四禮拜 都有媽祖專屬的節目 心想要介紹這個瓦東 都有英文版的 連外國人都可以來 而且沿途都是 整個把沿途的過程 因為拍攝 每一年都不一樣 還有一個直播live的節目 你可以看 國際化 Fashion化的媽祖 你剛才說15萬人 我看到的是後面的商機 你看那個有沒有 觸擊率 點閱率 衝都是衝這個流量 多龐大的商机 所以我看这一次 马祖这次显灵以后 那明年可能就四万 五万 六万 搞不好以后都十几二十万 所以马祖把他的大爱 他显现在老百姓的身上 也希望那种 接受这种神灵感应的老百姓 把爱再传播出去 好久待会给你说好话 我看看你人数真的要倍增爆增了 亲王我们看到了白沙屯马祖 还有大家阿嬷 全台湾各地都有非常厉害的马祖 来看看马祖带来的 全台信仰商机有多大 对 其实台湾的信仰 替台湾老百姓带来的生计 跟商机非常的庞大 你先想看光是一次马祖出群 要不要吃 我们跟着的信徒要不要吃 吃啊 要吃啊 所以要不要喝 要喝啊 你要卖矿泉水嘛 所以盐边在卖吃的卖喝的 他是不是就被照顾到了 还可以赚到钱 那然后最基本的你要拜他 要不要金子 要金子嘛 要不要香 要香嘛 那然后你跟着他去了好几天 比如说九天八夜去几个晚上 你要不要睡袋 要睡袋嘛 那过程中遇到下雨的时候 你要不要雨衣 也要雨衣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跟着马祖那是一个日常生活 信仰之外的吃喝拉撒 但这样一个 这个叫产业链 对 你商机多大 对 这样的一个群洋产业链 就是说根据统计 就根据统计 它大概会有41亿左右的商机 41个亿啊 对 而且呢 我们刚刚讲都是很民生的 对不对 但其实现在不只是民生 现在连文创的元素都加进来 这个里面了 你知道他们推出了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你要吃的喝的金子香 睡袋雨衣这些东西 对不对 他们推出了一个叫 妈祖绕镜白宝袋 什么叫白宝袋 把我们刚刚讲的金子香 然后睡袋雨衣 通通都收纳进来 这个袋子什么都有了 对 让你可以背在背后 背在后面 然后跟着去 金的我不知道 但是它有一些很特殊的功能 比如说它下雨的时候 你知道雨淋吃了之后 妈祖跟千里眼顺风耳的象 就浮出来会让你看得到 太酷了 所以它让你背起了一个白宝袋 你就变小叮当 里面要什么有什么 只插一个任意门了 对 然后它又结合了 另外一个元素是什么呢 有生技公司 特别就跑去跟妈祖直背 他说我们要做一款 妈祖面膜 这个就信徒在沿途这样 晒太阳晒伤皮肤的时候 我可以顺便要保养 你知道吗 所以妈祖面膜上面 那个妈祖的长相 这个要带耳环 要什么颜色有腮红 它都要一个个拔筷决定 你也才跟妈祖同样 水当当 连面膜都能卖 对 所以你发现商机很多 那另外一种呢 我们知道说要卖T恤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也创造出来一个 很特殊的叫妈祖纱T恤 那根据统计 他们的妈祖纱T恤 一年现在可以卖几件 你知道吗 几件 可以卖十万件 那变国服啦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因为妈祖信徒很多 他不是只有绕进这些信徒 在跟着买而已 是很多信徒会去买 所以他现在一年 可以卖出十万件 所以你就可想见 为什么会有四十一亿元的商机 就是这样出来的 好 我们讲到了 杀鬼小妈祖 妈祖已经发功了 但是看到了妈祖魅力无法挡之外 艳丽进步来告诉我 我们常听一句话说 政治明星 那就是赵神 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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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把他供在神龕上 你如果做不好人民 立刻把你从神龕拉下来 谈谈看 最近我们看到柯P的支持度 我看到一个数字 从当时最烫的70% 一下子腰斩变35% 柯P到底做错什么 对 俊相 真的我们曾经好傻好天真 以为一位政治素人 可以彻底改变台北市 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年过去 俊相你知道吗 我周围好多人都说了一句重话 他们说什么 超级后悔投给柯P的 这个实在一年三个月而已 你现在就后悔 来说说看后悔有个理由 一个道理出来 对 那其实一定很多官方朋友会说 他有在打弊案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这个弊案 只打半套 讲这个要有公道 今天清缓在这边 台北市府连政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曾经打过的弊案 松烟三创美和事大巨蛋 大家都如雷灌耳 不是没在做事 但是问题是每一个弊案 都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嘛 最经典的代表作是什么 就是大巨蛋了 大家一定印象深刻 昨天最新的一个判决出来 是什么呢 就是大巨蛋的公旗展颜判决 确定是展颜了110天 好了 这个双方都有出来 有一些发表声明 像远雄就说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 跟台北市政府坐下来 好好沟通 好好谈判 问题是市政府 每次都只会酸言酸言 所以我们全身走气 完全不想要跟我们沟口 真的就是绕了一大圈之后 问题没有解决 真是浪费国家资源 工程展颜 这个是可以直接 市府跟远雄协商的 你不跟我协商 你不理我 你付诸所谓的仲裁 最后你看看 还不是同意我远雄这边展颜 110天 没错 那市府呢 市府他们也说了 不是这样的啦 那经过这样 就算展颜了110天 理论上远雄应该在 104年4月17号来完工 那这是远雄 真的是明显违约嘛 那现在也一整个 delay了一年了耶 对 delay时间长达一年 但问题是你们吵在 吵这边 但问题是没有任何的 一个解决的方案呢 没有解决方案 人名就看不懂了 BOT BOT 政府做东 从民间吸引资金 你看 这边的政府做东 提供资金的就远雄 你们一个一个是 partner的单位 你把我扔一下 我给你扔一下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对 你们彼此双方 吵翻天 可是现在就连 蓝绿的市议员 都看不下去了 比如说呢 像这个王宏威议员 他就说啦 这个市府呢 一下说这个公安有问题 然后一下又说 要来缩减量体 要来缩减商业设施等等 然后又说呢 这个中信金要来接手 中信金说没有哦 对 可是感觉上 好像就是市府 想要操作媒体来 逼退远雄 但问题是真的 如果你一旦逼退远雄成功 是不是有庞大的违约金 这违约金谁买单啊 那我可能会觉得说 王宏威委员 这是国民党的啊 蓝营的啊 你来打科批 OK啊 你监督啊 对 可是问题是 现在就连 绿营的这个市议员 也说科批 你真的要拿出Guts了 意思就是说 像这个王世坚就说 科批如果你有担当 你就提告嘛 不然你就进行解约接管嘛 而不是继续耗下去 这个浪费国家资源 继续呢 在这在这边祸心你 所以今天 同样一个非常理性客观的 仲裁结果 结果远雄台北市府 两个跟那些 玩家的两兆双方 各有一套 有利于自己的说法 但是都不要太多 不分蓝绿的议员 大家一面倒的 为科批 捏一把冷汗 你看你怎么办啊 不只是捏一把冷汗 王世坚说的 科批你要有Guts嘛 问题是 科批有没有这个Guts 有没有 好 事实上科批 前一阵子已经说话 他说话 如果说我们市府 真的跟这个远雄 没有办法有共识的话 我们干脆来 i-voting好了 到底大巨蛋 该何去而什么 民意解决嘛 又要来i-voting 各位 海角机要说 算了要BOT 还要BOT 你现在社子大 要i-voting 大巨蛋 要把i-voting i-voting是交付民意 你这个 如此的高等的专业 你需要专家 你需要法律的一些代表 大家集资广义 你交给人民 我来当市长就好了 对 问题是 这个大巨蛋 其实它牵涉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包括体育的一个专业 包括BOT 包括一些商业设计等等 我认为一般民众 不可能 懂吗 那你这个科批 你说要i-voting 就可以解决的话 问题是 那我们要你这个市场 干什么用呢 这个讨论是大巨蛋 不是路灯 不是水沟盖 就算路灯水沟盖 都有专业的考量在里面 你市场要被i-voting 人民能接受吗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让您看到 70%折到35%的支持度 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何以至此呢 不要走开 我们来看看科批的事情 短短一年三个月 科批的支持度 腰斩 来我们看看 何以至此 业力告诉我们 刚刚讨论到 大巨蛋 大家心里都觉得莫名其妙 问题是 台北市府 这么大的一个夜管范围 又不是只有一颗蛋 没错 那事实上现在就连公民团体 都很干脚 可批 怎么说呢 因为你选前的时候 你开了一个所谓的公民咖啡馆 然后要求大家来立体你 那NGO的团体 就提了51项的一个政策 结果这51项 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 其中有48项被市府说 这个是例行性的业务 各局处自己去处理就好了 公民团体不爽在这个地方 居然没有一项办理完成 那就是你转身抗到这个时尊 结果48项到局处 我居然被你打枪 说这个是正常业务的 这不用特别提出来 能做就做 不能做 就这样子不然怎么办 对 那更不要说 除了公民团体之外 现在又有一群人不爽科批了 这群人就是公车 还有公车族 怎么说呢 本来之前呢 这个科批是坚持 公车票账是要来调涨的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前几天他去见谁了 他去见了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朱立伦就说 不对嘛 你现在油价在相对的低档 而且电费也要调涨了 你这个时候调涨公车价格 民众不能接受 你这样科批不就被打脸了吗 没错 这个时候科批本来就爱面子 当下觉得立场确实受到一些摇摆 立刻发飙 飙了谁 他飙了交通局局长 他说交通局局长 你没有给我完整的资料 你没有告诉我计算的标准是什么 害我因此被民众质疑 等一下 今天有的你说 被打脸的是你 你现在一刀两千 你去调你的交通局局长 那什么都推给别人就好了 对 科批你会不会太瞎 油价在相对低档 这个电费要调涨 你通通都知道 除非你不租在台北市 好了 另外我们来看 那既然这个公车价格 没有办法调涨 那之前科批也说 公车的价格调涨之后 公车司机一个月就可以加薪 两千五 那现在没有办法加薪 公车司机很生气 所以传说业者可能会引发 一波的罢工潮 那现在的市府就说 好啦我们彼此来沟通 看看看到底要怎么处理 好 我们刚刚从大巨蛋 一直到公车司机加薪落空 你都一直跟我讲说 科批什么没做什么没做 会不会是我们以偏概全的 到底他做了什么 好 他做了什么呢 我们还再来看 事实上有个网友 他的一个朋友在台北市 工作了长达十几年 根据他朋友的一个观察 他说这个科批其实是一个大草包 这个是从台北市府公仆自己讲出来的 没错 那这个湘米 他列出了十一点 科批跟前任市长好龙兵 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要强调这个是湘米 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观点 他说包括在科批的底下做事情 很累半夜还在line 这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他说科批没有专业能力 科批很爱呛局处首长 这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事实上他说呢 其实市府有一群的官员 事实上是非常希望在科批的带领之下 能够有一些改革 能够有一些作业 但问题是科批太爱乱骂人了 所以导致大家到最后都 阳凤阴违 七上瞒下 头其所好 头 啪咬下去 啪不召成啦 啪哀骂 我就叮叮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说好 一转身 拍谁 我做我的 反正只要下一次tracking 不要被逮到就好了 还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呢 市府的团队一直在换 一直在洗牌嘛 所以政策难免无法延续 还有柯文哲呢 不喜欢用年轻人级 喜欢用有资历 有背景的人 所以这个网友下了一个 非常严格的一个阶段 他说 你们大家不要再期待520之后 科批会有什么新的一个表现 因为他的人生高峰 早在前年的1129 也就是选后的那一天 达到他的人生高峰了 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他成真 那是整个台北市民的悲哀 我一票票投你选出来 结果最美好的时代 已经过了 对 没有错 那因为呢 科批太多的这个言行举止 还有一些新的政策 让民众实在是无法接受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 这个停车格 机车停车格 也要收费啊 对 台风这样呢 居然也要补班啊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公车票量可能也要调涨 所以他的民调支持率是一路跌 从70% 居然腰涨到 只剩下35% 就有网友开玩笑说 科批已经从 神坛 跌落到粪坑了 你不要觉得这是数字哦 大家会有气是因为 你跟我的日常生活 你有没有 take care到我 还是你觉得 我已经选上了 不然你要怎么样 对 而且另外一个重点是 我们刚刚提到大巨蛋 可能观众朋友会说 那离我有点遥远嘛 那是云端的事情 我只在乎我周围发生的事情 好 路平不平 大家很在乎了 我很在乎哦 对吧 我们每天骑机车 其实确实是很重要 问题是 科批上任以来 两年编列了18.7亿元的一个预算 要来养护收护道路 去年7月也编列了 这个大概是五千多亿元 成立所谓的一个台北市道路管线 还有资讯的一个中心 砸下不少钱 对 其实真的花了很多钱 可是水果日报 他随便去抽问几个民众 就发现说 有民众说 确实我们家前面的路 改喽 然后修补了三个月之后 又坏掉 我打电话到1999 不是没人接 就是没有来改善 所以那个1999打过去 你也要我等99 对 那更不要说 我们小蜜蜂制作团队 他们自己有一位同讯 其实是从 每天从内湖骑摩托车 骑到我们台北车站 这样的一个工作地方 就行经民权 跟这个三民路口 也没有很长的一段道路 居然连续有七个坑洞出现 可是问题是 已经半个多月 都没有人任何来改善 所以这个是人民最直接的感觉 所以最后就会显现在 这个下坠的力道了 所以你会看到 他花多少钱 五千万加十八点七亿 结果现在大家是骂声连连 好 慧玲 我们从最人们感受到的陆平 一直到那一颗大巨蛋 我们体检了 柯P他一年三个月 很多人想说 你们这样子实在太苛刻了 因为他已认识四年 我们 我们既然去看柯P 我们还可以期待他吗 我们没有对他苛刻 我们其实柯P自己讲了 我已经被台北市民宠坏了 你看看他所有的措施 真的 我跟你讲 今天如果他名字不叫柯文哲 叫做国民党任何一个 这个政治人物出来的话 我告诉你 他的民调大概只有九趴了 九趴他还有三十五趴了 对他还有三十五趴 所以台北市民真的对他非常宽容 你从台风天让大家喝黄泥巴水 喝了多久 然后那个路数可以摆在那边 摆了多久 没有人去亲 他讲了一大堆理由 什么公园处人手不足什么 我最近看到他骂那个交通局长 钟慧玉 就是因为这个公车票涨价 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真的是 你作为一个施政首长 你一定要有一贯的施政思维 什么叫一贯的施政思维呢 比如说他要增加两条 这个自行车专用道 对不对 那他说的是因为 我们要减少使用汽车 我们要减少污染的排放 我们要让台北市 有更清新的空气 对不对 好了 那现在请问你公车 为什么要涨价 公车是不是大众运输 你要我今天要去搭公众运输 你怎么反而涨价了呢 对啊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之前有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中央政府说 你每年这个公车 我都有编预算给你 因为我要鼓励 全部的这个民众 来使用大众运输 对不对 好 他说如果你公车票 这样要涨价的话 对不起 我这个补助 我就不编给你了 那个时候柯P还跟他拍桌子说 你自己找我麻烦 是这样子的 那人家要鼓励 这个公众运输的使用 我们再看到钟慧玉 他真的是非常倒霉 为什么非常倒霉呢 那个时候 好多的这个柯粉 你知道柯粉看到他拆 这个中校西路 公车专用道说 哎呀好有魄力 你看两天就拆完了 你好龙兵 讲了好久好久 都没有拆 好对不起 现在要做一个叫做 交六公车弯 要再把它盖回来了 各位好朋友 那个钟慧玉 那个时候 他就一再反对 他说对不起 这个公车专用道 他是有他的用途的 你不能拆 你这样一讲说 那只不过是几个月前 是你会觉得 当他的局处首长 很逗担 怎么样做好也被骂 做不好也被骂 说真话也被骂 好等一下回来 我们还要来看看 到底我们 都能够到柯皮吗 等一下回来继续体检 柯皮他走过的路 做过的事 不要走开 所以刚慧玲讲到了 我一直在想说 我们拿那个70% 调到35% 人家才做一年三个月 你就来争扁说 你这样落差了不行 会不会对柯P太苛刻 你刚刚说柯P说 台北市你把我宠坏了 对本来就是宠坏了 今天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国民党阵容 都不是这个民调 保证是打四折 打三折打两折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你知道吗 他这个台北市这个 国光西站要迁移了 你们知道国光西站要迁移 未来会在陈德路 市民大道 还有这个塔城街 捷运北门站 实施这个站外下课 每天会多出809班的公车 在这边跑来跑去 所以台北市的交通黑暗期 只是开始而已 所以你现在看到民调 对不起 只有往下跑的份 我们看到柯P他一再地标榜 他是一个省前市长 对不对 他把这个仇洋 敬老津贴 给他取消了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所有东西都要找 包括以前 他在上任以前 他说 我最反对使用ETC 这个ETC不公不义 他独立财团 对不起 现在停车 每个台北市民的车上 你给我装ETC 你要不装ETC的话 你去停车 对不起 我加200块的人工收费 内湖大塞车 然后寄出的ETC 一台都跑不掉 没有错 再加上我们再看到 社子岛的iVoting 你那个叫 你那个iVoting是干嘛的 就像刚刚艳丽姐讲的嘛 对不起 以后如果什么政策 都要用iVoting的话 那不用选你柯文哲嘛 选我唐慧玲就好了 我们在做每一个人 都可以选到市长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政策 不能解决的时候 我们就来iVoting 来天皇曾经了 在这个连政委员会里面 我们这样去评那个柯P 看看他做过的事情 你觉得我们有too much吗 刚才慧玲讲的是事实啊 因为今天其实 台北市政府也发了一份声明出来 说什么 说那个根据仲裁结果 他仲裁书里面内容是说 大巨蛋确实还是有公安问题 好 那我们就讲了 既然他真的有公安问题 真的有危险 他真的变更他的 比如说逃生设施的话 那你该猜 该怎么样处理 你就处理嘛 那你干嘛要iVoting 难道你要把所谓判断 他有没有公安问题的问题 交给我们所有人来判断吗 老百姓 这不会是我们的责任 也不会是我们的专业 我们选你出来 我们相信这是你的专业啊 所以你今天竟然把这责任 推给我们老百姓 不是很奇怪吗 就像我们讲摄子岛的问题好了 摄子岛这个问题 也是专业问题嘛 我们怎么知道那边 所谓的土壤液化 有多严重 那到底有多提过需要 那个所谓重建的过程 不理事